疑似工程债务纠纷 引发飞车追逐车祸 有名驾驶与太太从屏东要回台东途中 发现有三台车尾随载后 甚至企图蓝车 双方追逐了20多公里 最后驾驶疑似是车速太快 不小心自撞路边的围栏 所幸怀孕五个多月的太太 只有轻微的擦伤 没有生命危险 我不会放过你 我爱我老婆 南亚心中怒火 男子表示开车到一半 突然被三台车追撞 而当时车内的妻子 怀有五个月生孕 25号晚上七点多 台东大五乡发生飞车追逐事故 警方向这位理性男子 厘清事发经过 他公称当时开车 在怀有生孕的妻子 从屏东要回台东 没想到行进南回公路 屏东双流段附近时 发现三台车突然尾随载后 还企图要拦车 结果双方在台九线追逐了20多公里 但到大五乡一处超伤前 三台车竟然直接冲撞过来 遭撞后理性男子紧急逃出车内向警方求助 所幸怀孕的妻子只有轻微擦措伤 救护车到场后将人送一检查 但警方研判认为理性男子疑似是车速太快 才会自撞路边围墙 经调查理性驾驶 行亲男性全家超伤弯道前 因车速过快跨越双方线 不胜自撞路边围墙 警方调查发现 疑似是数百万元的工程 引发债务纠纷 但确切撞车原因 究竟是三车恶意撞上来 还是理性男子不胜自撞 都还要再厘清 记者刘玲祥台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